加拿大风情主持 加拿大华人企业家 陈若去Pius 资深理财顾问宋浩辉 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风情 今天我是Albert Wong 也是代Pius Pius出游 免为其难 跟他主持再一次节目 今天我们几个主持都在 Herman、Jackie、Norman都在 有几个题目想跟大家分享 都是关于加拿大整个国家 不只是BC省 但是在未讲之前 才有一个好的消息 就是说我们讲讲 就是今天这个BC省政府宣布 就是以前疫情紧张的时候 就是每日报 后来这个情况没有那么紧张 就是每周报 每两周报 但是呢 由5月开始呢 就是一个月才报一次 就是说根本都已经是 完全不是一件事了 就是 他讲的就是说 虽然仍然有人病 甚至有人死 甚至有人入院 但是那个情况已经根本到了一个阶段 就是这个社会差不多真的恢复正常 那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那我想大家讲一下 你们看到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呢 但是我听到香港的新闻地 有新的变种 有人要上班 有人要上班 哈哈哈哈 要上班 上班有段时间啊 事后那宗新闻 说上班也很重要 但是我去了这么多节目呢 其实已经在十二月或十一月开始 Si 因為新年聖誕、農曆新年 那些人全部都不戴口罩、喇喇咬咬咬 完全當作沒有事 身邊不斷有人中招 身邊不斷有人不舒服 有些人倒了兩個星期還沒康復 其實個個案一直都沒有什麼上落 但是那些人的認識就低了 還有我想大家的防範資深已經是沒有了 是的 沒錯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防範資深會失散 我覺得也有點危險 如果大家都不太在意的話 萬一突然間有什麼 印度變種 印度變種一來就很嚴重 這是一個引誘來的 我覺得其實加拿大政府是可以效法台灣這樣 呼籲那些人 如果你覺得不舒服就要戴口罩 於是就會令到那些人看到別人戴口罩 就不會歧視他 以前來說那些人戴口罩就覺得很奇怪 但是如果政府說 如果你戴口罩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是不舒服的話就麻煩你戴口罩 於是他就不介意戴口罩搭巴士 就是這樣 就不會人奇怪的眼光看他 那麼政府說如果病人就要戴口罩 那這個呢 是可以減少了很多的病菌傳染 我還說戴口罩 實際上我們亞洲人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 香港以前不會戴的 但是我現在在溫哥華 我看到譬如出入一些超市 都有 很多人戴口罩 Costco 一兩成人戴口罩 我去Richmond那家 但是去Arbadeen Center 就好些了 Arbadeen Center 剛才去到大約有一半人戴口罩 這麼多? 有啊有啊有啊 算多的 所以我都覺得OK 那些人都還認識字 我也是說 我代表小朋友的學校這邊 我兒子的學校 都有超過一半的小朋友 都是戴口罩的 我那邊都是 屈哥華那邊都是有人戴的 但就未必到一半 大學就百分之十 可能 只剩下Tammery西人戴口罩 可能啊可能啊 就是我沒有 就是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沒有戴的 就是教師就 有部分 有些教師會戴 特別是去那些 去Cafetaria 多人的地方 有些教師戴 但是學生 年輕的學生真的很好笑 就是如果戴的都是 但是仍然是亞洲人 嗯 所以我想 那個境界的意識 是低了很多 絕對是 我看到餐館 餐館的從業員也有戴的 我看到餐館的從業員也有戴的 但是他跟那個管理層有共識 就是他不介意 管理層也有希望 我想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安心一點的 就是我剛才 我吃日本的食物都 那個廚師戴著口罩在那裡 因為那些日本餐廳很流行 一進門口就大喊一輪 一走就在那裡喊 大哥你不戴口罩 有人走又喊一輪 有人來又喊一輪 噴了口水下去 西山館也有戴的 例如我上個星期尾 一到幾天前去一間西山館 它是開啟廚的 就是你看到的 全部的人都大 你說你那天生日 就一群圍魚場 祝福生日 吹蠟燭跟他對抗 吹完蠟燭之後分病 打擦一下說一下 你們有沒有人 你自己或者你們認識的人 有沒有人去擔心這個印度變種 在這裏沒有擔心 只是問我iPhone下次做 買什麼在印度 iPhone下次買的 是印度做的 這個機會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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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整個工廠真的 遇見了很多工作人員 這個是Apple 我想不是Apple 是富士康 要搬個工聚罩 就是一個情況 那當然要搬到印度 我自己搬到印度 那講完這個疫情的消息 或者我們講一下現在最熱的消息 就是我們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我們有說 關於加拿大聯邦工人的工會 就補職罷工 我們上個星期說 就可能罷工 結果就真的罷工 就由昨天開始就罷工了 那罷工就是有十幾萬的 這個工會 十幾萬人參與 還有那個反應 看樣子 那個工會工人的反應 是相當熱烈的 那全國各地 在每個全國各地 當然都有聯邦政府的部門 比如 扮護照的 是吧 這些這樣的 聯邦的 有些 郵政局 都是聯邦的部門 也有很多工人 在門口 我們英文叫picket line 就是有警戒線 什麼警戒線呢 就是告訴別人 他是在罷工 還有 因為他在罷工 很多其他工會的人 就為了支持他 就不過這個警戒線 情願不上班 很多時候 所以反應相當熱烈的話 就變了很多聯邦政府提供的 他們的資源或者他們的服務 就已經完全停下來 最重要的就是護照 很多人因為要報復式旅行 現在就停下來 移民 如果有些人在辦移民 譬如你是工作證來到 夠了資格 你就去申請移民 這個也是停下來的 還有其他的聯邦服務 譬如有御業監察的服務 這方面都有罷工 但是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因為聯邦政府裡面 都有不同的工會的 所以聯邦警察 就是這個騎警 就不是那個工會 所以騎警就沒有罷工 所以對治安方面 有幾個城市的治安方面 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但是這個會帶來很多的不便 當然 因為很多人 譬如我有一個同事 他本來打算明天去放假的 結果沒得放了 因為他本來這兩天去拿個護照 因為拿不到了 那拿不到了 就過去了 是不是 那麼移民申請 各方面就要退後了 就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罷工成 是吧 所以呢 就開始帶來不變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罷工之後 和聯邦政府如果達成協議之後 這個協議 大部分的人都說 如果對其他的工會 和僱主的合約談判 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個就是背景 我不知道大家 你們這兩天的經歷怎麼樣 你有沒有受影響 那我也有影響的 因為我有寫過 renew的passport 那我就上個星期寫了 原來是今個星期三 就跟你罷工 那就是不知道 浪了在那裡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收到 嗯 我聽到一些報道就說 所有事情罷工的其中一樣 就是安心的 就是讓家長安心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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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買到的 這些 這也是 我看到的消息 액 不同的工會 即是不同的工種會有自己的工會 一個工會罷工就不是 每個工會都會跟著罷的 但是就像剛才說 它如果撤集了境界線 其他工會有很多時候它就不會過這個境界線 雖然它們不是罷工 它也不能回工 所以影響會比較大 第二件事就是說 它罷工的時候 就不是整個部門都關掉了 就是說 屬於工會的工人罷工 但是管理層 因為很多時候manager 就是我們叫manager 或者supervisor 這個工作層的人員就不罷工 因為它們不是一個工會 那它們就會回來 如果它們可以過的境界線的話 它就會回去工作 變成有些部門 譬如 就是給這個派這個退休金 派這些 就是child benefit 的部門 很多時候呢 因為免得惹中路 工會都不會說有境界線 就可以給一些管理的人進去 那些管理的人員可以繼續做它的工作 所以你剛才說你的帳戶 為什麼你的支票可以收到 這些錢可以只是處於銀行呢 就是原因就是這樣 但是普通的服務呢 就因為不是緊急化 還有對市民的影響也是一部份 就是一個不便 只是帶來不便 但是不會帶來生活上的困境 很多時候這些服務就不理會了 如果它設了一個境界線 它們是惡氣上來的 管理層也會進去 其實我當是一個 譬如 譬如 九賊線設定了 那 照道理 我假設是有 因為一些人 他不認同罷工的事情 他嘗試越過九賊線回去工作 還是他開通了一個 譬如 十個人裡面 我給兩個人進去 就是他們可能是有限度地罷工 還是全面癱瘓 通常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放工人進去的 特別是同一個工會 同一個工會的工人一定不會進去 為什麼呢 如果你自己肯去進去 就是 我想做 你們不做 我做 他以後都很難在這個工作環境上生存 因為工人一定很不滿意他 所以工會是很講團結的 團結是對他們來說是一致的 所以一定 如果工會投票 他們經過投票 決定罷工的話 還有他工人支持的話 這個是很一致的 那麼其他工會 是不是過這個境界線 就看這個境界線怎麼設立 還有其他工會的支持 通常來說 如果那個境界線設立 譬如在今次這個情況 我相信他們會比較嚴格一些 其實很多工會都不會過的 很多工會 因為他們自己都不上班 那工務員大約15萬5萬 那現在有多少是罷工呢? 15萬5萬裡面 我知道明天會有3萬5萬 我相信這個工會有十幾萬 我相信這個工會有十幾萬 有十二萬 我相信有十二萬 因為這個工會是聯邦政府裡面最大的 就是它是一般工人的工會 所以它包括很多服務人員 不同部門的服務人員 所以它人數是相當大的 相當莫大 我知道海關就沒有受影響 海關仍然都可以 幾多部隊不同的 幾多部隊就是 第一 他們不同工會 第一 他們不同工會 第二 就算是同一個工會 工會也會對公眾有些考慮 如果為了公眾帶來太多的不便 公眾會犯感 他們都希望公眾支持的 就是民意對於他們來說是重要的 因為如果民意是站在工會那方面 那它跟這個僱主 在這個時候就是聯邦政府 談判就比較有效的 如果他們犯眾憎的話 聯邦政府一定會用了這個 來做一個談判的一個籌碼 我覺得PASSPORT OFFICE應該再開 他們的PASSPORT OFFICE是影響很多人的 但是這個我相信 這個我相信 就是它的罩門 令到你很覺得不便 所以你很容易之前 有一樣東西我們未提及過 就是稅 如果加拿大 加拿大住 你也知道 萬稅 即5月1號 今年是5月1號 5月1號就是交去年報稅的最後限期 那些人就說 那罷工 那需要不需要交稅 說得明不可以遲 說得明不可以遲 寧願塞在他的信箱也不讓你不記出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就是 第一 如果你是網上交的話 那就是 法國沒有影響 就算你不是網上交 都會有人放一個信箱 放一個信箱在稅務局的門口 讓你自己進入 所以 你的支票 如果你欠去政府錢 你的支票一定要到時準時記 或者他又會發你錢 所以大家要留意 就是 罷工對你交稅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沒得拖 不過我有一個朋友 在CRA裏面 是做的 不過他不是工會的成員 那我就問他有沒有隔房 你是不是不用上班 他說 不是啊 反而那些罷工那些照罷工 他就要做多些 所以其實是有運作的 他也是提醒你不要不交 不要遲交 沒錯 除非他這班人都不能進入 因為如果他們決定不過這個境界線的時候 沒有的 全部都不用回辦公室的 全部都在工作 沒有境界線的問題 就是他們在公會爭取的 其中一個利益 你剛才說這件事 就是這幾年才有的 即是聯邦警察 都不會被人家裏做的 因為家裏做很多問題 在電腦的保安方面 但是因為工作 他現在令到他們開始接受這些工作 如果在家裏工作 他的境界線實在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你斷了一條線 人家都不用過 你剛才說的 不用過 轉他的帳號 轉他的帳號 進不到公會局做的事情 那麼Norman 我想問你 你覺得這次罷工對加拿大經濟上有什麼影響? 嗯 我想 他公會的帳號是很厚的 其實他已經存了20年了 所以他裡面的那些帳號 已經代了很多 這次一定是和他組織了一批 所以來說 我想是沒有那麼快去搞定 沒有那麼快去談 所以可能會有些議題 可能有些地方會開放 例如人民很吵 例如護照 那些有機會會開放 而另外那些是煩到政府那邊 而不是煩到一般小市民那些 可能他那些日子會和他照罷 當然我覺得他就會和他捏久一點 但是我想是捏來捏去 就是between那個4.5%的raise increase 和那個2.多的difference 其實他因為最主要就是那個 可能不是11%的要求 增加未來的幾年 比起原本說8% 就是裡面是有一個距離的 另外來說我覺得最難談 反而是那個working from home 因為這件事是以前從來沒有的 那我怎麼談一談這壇 這個我想就會比較複雜些去談 錢那些來講 做到最後你走一步 我走一步 那些negozation賣東西 到時候我覺得那個會談得怎樣 政府是有錢的 所以這個又不是一個大問題 工會一定要和他捏的 因為大家兩邊都要代表他的 政府要代表他的選民的交代 就是說我不是立戀 我答應他們給那麼多錢出去 那接著工會那邊也是要 給他和他那些會員有個交代 大佬那些會員給了那麼多會份 那你不跟我爭取一下那些東西回來嗎 那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一定是 會不會這麼快搞定 所以那兩個一定會爭持那些東西 那一個挺長的negozation 我想有幾個會 就是跟我們香港的聽眾解釋一下 或者是你香港來的朋友 工會這個運作就是這樣的 就是如果你打工 你有一個工會的話 他就每個月就扣你一份 扣這些錢交給工會 譬如我教書就有一個工會 工會大概一個月就百幾兩百塊 ok 那這筆錢做什麼呢 當然他就要來請工會的工作人員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儲利就是 就是罷工時就用了 罷工時怎麼用呢 就是所謂有swipe pay 因為你罷工呢 如果你是工會的話 一罷工呢 你的僱主就不會再出糧給你 因為你不關工 那怎麼會出糧給你呢 那他們要生活的嘛 那怎麼生活呢 那工會就會出些 每個禮拜出張支票給你 讓你頂住先 那工會的錢當然不夠 你打工多了 就是bip proportion 也不是的 他就是每個工會 他說他這次去罷工 那他就會告訴你 每個禮拜給你多少錢 會少多少呢 我相信相當多 就是你拿不到 我相信有時候五成都沒有的 嗯 三四成 那可能未必能捱得到的 因為通常這麼高 可能未必能頂得到的 沒錯 但是如果工會有錢的話 就像你剛才說的 你剛才說的 是的 存了20年了 20年 20年很多錢 可能上億的都不出奇 就是他有一筆錢在這裏 那他就慢慢 他這個可能幾億都不出奇 因為他現在是十幾萬 那你十幾萬 你計一條數 每個月百多元 他存了20年 還有他有利息的話 他就有很多錢 那他變成 他就可能第一 他這個衰批 可能會給得久一點 還有他可能會給得高一點 那他就像你剛才說 可以捱得久一點 好了 我們或者休息一會回來 我們看看 我們繼續說 再聊一下 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好